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路加福音17章20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啊在这里 看啊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记得主耶稣开始在地上传讲时所说的话吗 他说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 我相信这也是他每次向大众讲道 最常常会说的一句话 因此就有法利赛人来到他面前问他 什么时候神国度才来到呢 意思就是说你常常说近了近了 那么到底有多近呢 是什么时候呢 他们以为神的国度还没有来到 其实我们看施洗约翰 以及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的英文是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这句话既可以当作是 时间上快要来到 也可以当作距离很近 括号多走几步就到的意思 很显然的 法利赛人将神的国来到世上 当作是未来世 所以在主的面前问 神的国何时来到 当然这也有嘲讽的意味在里面 你们自然自诩为神所设立的弥赛亚 那么你的国度何时才能兴起呢 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可怜 只带了几个门徒 你的军队什么时候来啊 可是我们的主回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直接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 因为他们看不到 就自然不会知道神的国来到 不是时间的问题 而是距离的问题 神的国不像地上的国度有一个疆界 这条线的那边是世上的国度 线的这一边就是神的国度 没有这种事的 主其实明明白白的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这给我们大家其实都认同 但是我们却是认为 神的国在天上 只是望远镜看不到而已 火箭上太空也找不到而已 但是主所说的确实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 在21节和和本的翻译是 因为看啊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但是和和本自己也注解说 心里冒号或表示中间 而标准本的翻译就直接写 因为看啊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而且用的是现在是 表示不用等到以后 就是现在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 现在主对一群人说话 虽然是一群法利赛人 但这也可能表示是 神正在对人们说话 这样的话解释就复杂了 他可以解释 神的国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或者解释成 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当中的 某些人的身上 或者就是说 在我们的旁边左右 这都有可能 因为如此 我不要把神的国限制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或是在我们灵里面 虽然有点不近 但是从上下文来看 我想用病毒来举例 更容易叫你们明白 因为此时不就是这个情况吗 看啊 病毒就在你们中间 这表示病毒或者是 已经在某些人身上 或者是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当中 随时都可能影响到我们 我们知道不是一定要等到将来 神的国度现在就在地上 就在我们中间 神国度的权势就在我们中间 可以随时的影响我们 我们并不能逃过这个权势 至于将来 神的国度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降临 那是要比现在更大更强烈 大而可畏的降临 主在下面的话就要讲到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不敬畏呢 但是我们要明天再来讲 愿主怜悯和保守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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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